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期就讲了一下如何打 比如说不把把打 隔几把打一把 或者分段集中打这些打法 然后我们又讲了一下什么样的台子 选什么样的台子打 比较会望龙 其中就是说因为龙是三张七点赢 所以天牌太多了 我们要避免 第二个就是说望闲的要避免 这种台子出龙的机会很小 这期我们就着重讲一下通过算牌方法增加龙的概率 我们上期也简单的提到了一下 这个三张中七点 哪些牌是利龙的 哪些牌是不利的 首先两张牌最不利的两张牌 我们都知道就是八和九 为什么呢 因为八和九百甲老中的零最多 你要有八和九出现天牌 八点九点就比较多 这个就违背了这个重龙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要搏牌 搏三张牌 所以这个八和九是我们最不喜欢的牌 而且我们再想一想 在我们之后抓牌的情况下 如果要组成七点 有几种可能 首先就是一点补一个六点 变成七 第二个就是说两点补五点 三点补四点 四点补三点 这个五点补两点 六点补一点 这个补牌最后一张牌 补的这个牌呢 八和九 这两张牌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就是无论怎么补 这个最后装的第三张牌 如果是八 如果是九 肯定不会出这个龙 这个最大的牌是零点补七点 这个出现龙最好的情况 但是八点九点这两张牌是最没用的牌 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分析 如果说我们打牌打到差不多情况 我们发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零 这个牌走的很多 剩下的牌里八和九比较多 这个时候这个牌我们要打龙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 为什么呢 这个八和九啊 这种大牌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有几种可能 一是八零九零 天牌 二呢 是这个八九加的一起七 八八加的一起六 九九加的一起八 这个呢 都是不太立龙的牌 所以呢 这种牌呢 我们发现这个八和九比较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再打龙了 反过来说呢 如果这个牌呢 你发现八和九走掉的比较多 出现的比较多 这个时候呢 这个剩下的都是小牌啊 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打龙的时候 这点大家记住啊 如果是说呢 这个牌 如果是说出现的牌 出现了这个一个八 一个九 那边呢 出现了两个九 就是这个八赢七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下一手呢 如果再出现了两个八 两个九 那说明呢 这个短期内呢 八和九啊 出现的这个不会太多 那个这个龙的几率呢 其实就相对来说提高的蛮大的啊 我们这是黑鸭龙 没关系 再出八九呢 我没关系 我们压再大啊 八和九集中出现的太多啊 我们就这个可以再压啊 但是有人说那个 如果你压八和九集中再出现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再大的压啊 八和九就那么多啊 然后呢 这个龙呢 是一比四十 所以我们不怕的啊 我们这个连输十把啊 连输二十把中了一个呢 都是值得的啊 所以呢 这个第一点就是说我们 这个见到八和九啊 这两张最没用的牌 出现了很多的情况下呢 那剩下的牌都有用的牌啊 所以我们集中的压龙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从牌一开始打的时候啊 我们一直记着啊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大胆的压龙啊 这个时候是龙出现多的机会 但是我们要记住呢 这个如果我们打牌呢 这些牌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打 我们半路跳进来的啊 这种情况呢 我们不能假设这个八和九出现多少啊 虽然可能出现很多天牌啊 但是呢 并不见得这个天牌就是零八零九啊 不见得这样的 可能是这个二七三六啊 这个时候呢 可能在还没出现的牌里呢 可能有很多八和九啊 这个时候不利的啊 所以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计牌算牌的方法 抓龙的情况下呢 我们必须要从第一手开始打 这时候的牌呢 我们都要记住 有多少个八 多少个九啊 这个呢 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我们看看哪几张牌是有用的啊 这个牌呢 我们也要记啊 抓龙呢 哪张牌有用呢 我跟你讲啊 五六七这三张最有用 这其中呢 这个在这三张牌当中呢 六是最有用的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打牌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啊 在八和九出现比较多的情况下啊 同时呢 同时 我们这个五六七这三张牌呢 也没有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啊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如果我们一路计牌 这个时候是这个出现龙最理想最理想的机会啊 这时候呢 我们要集中压啊 我们可能这个集中压几把啊 如果呢 这个牌呢 还是说积蓄的趋势啊 还是这个八九多啊 这个五六七少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压的更大啊 一比四十你不用怕的啊 你连这个十把没中也不要怕的 如果这牌呢 更倾向于你呢 你十把没中你可能压的要更大啊 这个甚至二十把没中我们也很压大啊 如果这个趋势呢 一直是这个利龙啊 就是这个 呃 出现的牌多八九少五六七的时候啊 你不要怕啊 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机会啊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五六七这三张牌最有用啊 而且特别是六 我们上一期呢 讲了这个这个龙两个特性啊 就是抓三张啊 这个和这个装营啊 所以呢我们说 要避害天牌和弦多的牌啊 现在我们讲一讲七点啊 这个装七点啊 我们装通过这个三张补牌七点赢呢 我们有一共有三种情况啊 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三种情况下呢 为什么这个五六七最重要啊 而且特别是六 呃 第一种情况呢 是这个呃 无论是弦什么牌啊 装呢是零到两点啊 这种情况呢 装是一定要抓的啊 所以不管不管弦什么点啊 装这个零点呢 它是抓几点呢 它是要抓七点 呃 一点呢是要抓六点啊 这个两点是要抓五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五六七最有用的啊 如果弦不出现天牌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装零一二点 这三种情况都是需要补牌的啊 如果要补牌呢 这个一旦出现了五六七啊 这个就大大增加 增加了我们这个重龙的机会啊 所以呢 在这个第一种情况下啊 我们五六七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我们大家都记住了 那在这个第二种情况下啊 这个情况下就是说 这个弦拿了六点啊 它已经不需要抓牌了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装不到六点啊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抓牌 如果这个时候呢 装是零一二点的 和以前一样啊 五六七还是重要的啊 那装呢 这个如果是三四五点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啊 我们二三四这样的牌呢 这些比较小的牌呢 也是重要的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二三四五六七啊 这六张牌重要啊 这个零一八九呢 这个牌还是一样的不重要啊 这个时候呢 我要提一下啊 这个六点比五点和七点啊 更重要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呢 呃 因为这个六啊 我们想一想 他弦如果出现六点 他就停止抓牌了 而我们想一想 这个最常见的六点组合呢 是一个六和一个零啊 这个零比较多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呢 这个剩下的牌里有很多的六啊 那么弦呢 出现六啊 再配一个零的情况下 可能比较多 像这种情况呢 弦就六点不抓牌了 这样呢 就给这个庄这边 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啊 他呢 可以从这个小牌啊 补成七点呢 再赢这个六 同时呢 这个也杜绝了 这个弦啊 这个小牌通过补牌啊 补成这个 七点八点九点 这种大牌啊 吃掉我们龙这个机会啊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六是一张非常非常重要的牌 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这个如果很久没有出了六啊 那下一张呢 这个如果弦出了一张六 再出了一张零啊 像这种情况下呢 庄呢 就可以这个 通过抓小牌啊 自由的补牌啊 给了这么一个 这个非常安全的机会啊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 庄啊 不是说小牌啊 这个两边都需要补牌的情况下啊 庄呢 是这个三 四啊 五 六啊 这四点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补牌的时候呢 是要看 弦补的什么牌啊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啊 呃 我们知道呢 这个 庄如果是三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补牌呢 一个先决条件 这个弦呢 补的不能是八点啊 这个补了八点呢 我们三就不能再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看出啊 这个八啊 这个是对龙啊 有一定影响的啊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八啊 八点是一个 一个不太好的牌 啊 呃 然后呢 这个 其他的牌呢 这个啊 零 一二三四 五六 九啊 这个时候我们三点都是要补啊 所以这些呢 通过补牌来讲呢 对这个龙啊 这些都是有利的啊 我们也看到五六七 全部都在里面啊 呃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呃 庄啊 如果是四点的情况下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这个弦要抓了什么牌 我们才补牌呢啊 我们弦呢 是抓的要 是二到七啊 说明呢 这几张牌呢 是有用啊 如果呢 假如说没有抓到二到七 那我们这个庄的四点呢 就没有补牌的机会啊 这个龙的第一个条件 就不能满足了啊 呃 这个时候我们看呢 二到七啊 都是有用的啊 所以五六七 这个也是在里面的啊 第三个呢 我们就看一看 如果我们的庄是五点啊 这个时候呢 是四到七啊 要补牌啊 就是四五六七啊 这四张 所以我们看出呢 这个五六七啊 也在里面啊 也这个同样的重要啊 最后一个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如果这个庄是六点啊 那什么情况要补牌呢 啊 只有六和七 只有六和七 这两张牌 呃 所以呢 我们啊 这个这个时候呢 希望这个弦抓到六和七啊 这个我们起码 从重龙的角度讲啊 我们有一定的机会啊 呃 但从龙这个角度讲呢 呃 如果有大量的六和七啊 如果这时候呢 我们装万一是六点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呃 六和七也是比较有用的牌啊 而且呢 这个 现在都都在补牌的情况下呢 为什么五六七这三张特别有用呢啊 因为呢 这个如果啊 其实我们不讲啊 这个我们补牌啊 我们一个七手牌啊 七手的两张 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五六七啊 这三张牌啊 无论怎么混合都不会出现大牌 呃 因为两个五呢 加在一起是零啊 一个五一个六 加在一起是一啊 一个五一个七 加在一起是二啊 那两个六呢 加在一起是二啊 二也是一定要补牌的啊 呃 这个 一个六一个七呢 加在一起是三啊 这个两个七呢 加在一起四啊 所以呢 这个所有出现这个牌的机会呢 呃 都是零到四啊 这个都是比较小的牌 呃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六比七更重要的 就是说呢 这个六多的话呢 呃 我们两个六啊 在一起是出现的 这个起手牌是呃 两点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这个百分之百要补牌的啊 呃 对庄来讲啊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比七点大的优势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七点呢 两个七点呢 是四点啊 呃 这个时候呢 补牌的几率呢 相对来说是要小一些 而且呢 我们这个 呃 我们两个六点呢 啊 补的要一个五点啊 我们是补的另外一张牌 如果呢 是一个五一个七呢 我们两点呢 是另外要补一个五点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 消耗掉一个五了啊 所以呢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看呢 呃 这个六点啊 肯定是要比七点有用的 呃 但是七点的好处呢 呃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零比较多的情况下哈 我们抓到了两张零啊 因为整个这个牌里呢 零是最多的嘛 对吧 所以这种这种情况下补牌呢 如果补一个七点呢 这个出现龙的机会呢 也蛮大的啊 所以呢 呃 从这点来看呢 七呢 肯定是要比五啊 是要重要的 呃 那好了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牌的顺序呢 这个按照重要性和不重要性的排一下啊 呃 最重要的两张牌呢 是六和七啊 六比较重要啊 其次的两张呢 是这个五和四啊 这个五呢 这个比四稍微重要一点啊 但是呢 四要看和这个八的关系啊 这个他们两个是一个 等级的啊 呃 再然后呢 是这个三和二啊 他们的重要性呢 又低一层啊 呃 然后的重要性呢 这个是零和一啊 这个重要性又低了一层 最不重要的两张牌呢 是这个八和九啊 八呢 就是说是所有的牌里啊 最不重要的啊 这个 所以我们打牌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一副牌呢 这个你要抓龙的话呢 啊 通过算牌法 我建议你是从啊 第一张牌啊 就开始呃 这个低手牌就开始打啊 因为我们可以把每张牌都记住啊 我们最希望出现的什么情况呢 是这个八啊 这个走掉的最多啊 然后是九啊 走掉的这个比较多啊 然后是零啊 走的比较多啊 然后是一走的比较多啊 这四张牌呢 是对我们这个出现龙啊 几率是并不太大的啊 呃 我们呢 希望剩下的牌里面呢 啊 四五六七啊 这张最 这个这个 这个四张啊 最多啊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四张牌走掉的最少啊 特别是六啊 我们这个六和七啊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牌中出现的最多啊 我们希望八和九这两张牌呢 在未来的牌啊 中出现的最少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我们可以连续的啊 这个压几手啊 这个我们这个这个龙啊 在压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不要放弃记牌啊 我们继续记 如果呢 这个牌的趋势呢 我们发现这个八九出现的很多啊 这个呃 这个零一二三出现也比较多啊 大部分呢 这个这个四五六七都没出现情况下呢 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压龙 而且要压大的柱啊 压到什么时候呢 压到我们发现这个四五六七呢 都被这个浪费掉了啊 都出来了啊 而且呢 没有中龙啊 出现这种平衡的局势 这个时候呢 就很不运气了 我们要停手啊 如果呢 我们即使出现了龙啊 我们发现了这个趋势还没有变啊 那个我们不怕 我们可能要继续压龙啊 不仅呢 这个可以出现一个龙 搞不好出现两个三个啊 而且连在一起的 在短的区间出现这个 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啊 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不能手软啊 因为我们看牌呢 已经看了很久啊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种了一个龙啊 我们发现这时候又出现大量的八九啊 然后呢 又跟着几个一二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短期可以假设啊 这个牌呢 这个啊 四五六七出现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牌呢 是固定的啊 这个跟庄贤不一样 不能说呢 这个出了十个庄 就不会出庄了啊 我们这个牌呢 呃 理论上讲 如果这个八和九 所有都出掉了啊 剩下的全是小牌 那这个情况下呢 呃 我们压龙机会很大啊 一比四十 赔率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在短期呢 是不怕输的啊 这个跟庄贤呢 打法就不太一样了啊 呃 好了 如果呢 这个朋友们 如果这个能见到啊 这个一阶八号压的这个桌子啊 啊 我们不妨这个借鉴 这个几种打法 打打龙试一试啊 但还是那句话啊 这个打龙呢 其实这个 是一种对赌场更有利的压住方式啊 就是说我们输钱输的快啊 所以呢 即使这个有一比四十 这个这么诱惑啊 我们呢 这个 绝不能痴迷啊 打这个啊 打这个呢 其实 如果我们把把打的话呢 这个抽水比抽水台还要狠啊 所以呢 这个 你如果控制不住呢 你想把把打的话呢 这种情况你最好玩抽水台啊 或者说呢 像我这样呢 这个如果是我根本就不去打 这个这个龙和猫的话呢 啊 我们打这个一接八口啊 不抽水台呢 其实我们这个利润呢 要比打这个抽水台呢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点点点啊 稍微一点 如果呢 你再配合这个科学的方法去打这个龙和猫呢 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呢 是比抽水台肯定是要盈利多的啊 那么我们至于怎么利用这个科学方法呢 呃 这个大家呢 就是研究一种啊 适合自己的方法啊 我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小的提示 而且呢 我这个个人呢 我打的话呢 也是呃 在这个方面啊 总体来讲确实是盈利的啊 就是我这个打的龙啊 啊 种过的龙啊 的钱呢 比我这个压的龙呢 这个钱呢 是赢的要多的啊 所以呢 大家这个 如果突然高兴 小小的玩一下啊 这个也不会太影响啊 你种一个呢 很高兴啊 输一个呢 也不会在乎啊 这个 给我们玩百家乐呢 多一点刺激啊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呢 就讲到这儿啊 这个龙的话题呢 我们就不再讲了 而且给我感觉呢 这个啊 这种台子呢 这个 呃 也不是太多啊 讲来可能没有什么价值 啊 好了啊 我们呢 这个以后啊 再换个话题 再给大家讲一些 这个板家乐的知识和技巧啊 谢谢大家 嗯 哦 啊 음 嗯 ap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